中国如此结果,美国没想到,当前全世界经济都难,难到什么程度?咱们就看主要经济体的状况。 美国一季度GDP实际增速,按年率计算增长了1.6%,增速比去年四季度明显放缓,GDP增速放缓,通胀率却强势反弹。 2024年前三个月通胀率高达3.4%,2023年最后三个月通胀率好不容易降到1.8%,别忘了美国基准利率高达5.25%至5.5%,这还没降息呢? 通胀就又上来了,这么高的利率的情况下,美国经济吃不消,仅仅国债一年的利息就高达1.6万亿美元,如果持续高息未来继续大规模发美元。 每年利息成本更高,从这个视角上看,美国必须降息,另外美国商业银行已经开始顶不住了,刚刚又倒闭了一家商业银行,另外通胀率高起却又让美国一时半会不敢降息,就这样的格局,你说美国苦不苦? 美国不行,那么德国呢?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,德国一季度GDP环比增长0.2%,达到一年来的最大增幅。 但同比确实下降了0.9%,然而德国2023年GDP增速则是负增长0.3%,伴随负增长和低增长的则是高通胀。 去年德国CPI 5.9% 今年一季度倒是下降不少,回到了2.3%,中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,大家都看到了,相比美欧真的是亮眼太多,我们一季度的出口数据,大家也都看到了,正式看到了中国一季度的出口数据,美国正要在一个劲跑中国,对中国PUI说,中国产能过剩了,要中国减产,为啥美欧都说中国产能过剩了? 因为中国新三样出口太猛了,海关总署披露的数据显示,五国电动载人汽车领跑新三样出口,一季度,电动载人汽车出口647.5亿元,增长了122.3%,增速在新三样中最快,同时占我国汽车出口的比重提升5.1%达到43.9%,同时在国外电动汽车和储能市场需求旺盛等多重因素。 在中国新三样的推动下,锂电汽出口1097.9亿元,增速达到94.3%,太阳能电汽出口突破900亿元,增长23.6%,在中国太阳能电汽出口碾压西方,占了全球80%以上的市场份后,增速依然高达23.6%,这不是赤裸裸的碾压吗? 新三样的其他两样,增速都在百分百,未来也会像太阳能一样碾压发达国家,就这样的能量。 你说美国害不害怕?所以美西方一个劲说中国产能过剩,中国一个劲说产能不过剩,就在美西方对中国无比焦虑的情况下。 前四个月的中国进出口数据又出来了,看到这些数据,估计美国正要都恨不得上吊了。 5月9日,海关总署的外贸数据出炉,2024年前四个月,五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3.81万亿元,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,同比增长5.7%。 其中出口7.81万亿元,增长4.9%,进口6万亿元,增长6.8%,贸易顺差1.81万亿元,收窄0.7%,单看这个数据就够亮眼了吧,但是再看四月的数据会更亮眼。 四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.6万亿元,同比增长8%,其中出口同比增长5.1%,进口同比增长12.2%,大家看到没有? 中国四月进出口贸易比一季度又加快了,二季度进一步加快,未来全年的进出口增长的幅度都会远超全球平均水平。 而从出口产品上看,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已经接近了六成,可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之强。 前四个月,五国出口机电产品4.62万亿元,增长6.9%,占出口总值的59.2%,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,及其零部件4349.2亿元,增长9.7%,集成电路3552.4亿元,增长23.5%, 手机2667.6亿元,下降5.5%,汽车2548.5亿元,增长24.9%,大家看懂了吗? 在机电产品中,中国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的出口,竟然高达3552.4亿,增速还有23.5%,这个狠不狠,这一切不正是美国制裁促成的吗? 再看汽车,规模同样也有了2548.5亿的规模,增长也有24.9%,这说明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拥有绝对强大的竞争力。 美国为了打压中国芯片制造制裁中国,结果中国被制裁的芯片出口能力越来越强,美国想遏制中国网联汽车发展,不准中国新能源车进入美国市场,结果中国汽车猛烈占领全球市场,三年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,并维持高增长。 这样的结果既是美国不想看到的,其实也是美国没想到的,美国认为怎么说遏制也得对中国起效果吧? 事实上对美国来说,起的还是反效果,因为一旦中国被遏制,立刻大量投入发展,迅速会对美国产品形成替代。 譬如美国又对华为制裁了,英特尔和高通不能再向华为卖芯片了,华为难道想不到美国会这么制裁吗? 所以一旦华为PC的芯片再出来,英特尔将彻底失去这些市场,最终谁倒霉,这不言而喻,像这种制裁,不但不会有实际效果,实际上是直接打造了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,顶着美国压力干他几年,难关就过去了。 不少人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不好,我一直认为困难是一时的,事实上我们从2020年后疫情的负面影响中,正在走出来,经济开始进入了稳定增长态势。 我们的困难,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打压,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,但这些都不是问题,只要我们再顶着干几年,这个压力就被顶过去了, 为什么我们再顶几年,就能把这个压力顶过去呢?我们要从三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,第一个视角是我们的产能与技术优势,对于这个世界,我们要明白一件事,那就是市场需求的增长,是需要时间的,不是一蹴而就的。 因此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周期内,其总的利益是相对固定的,也就是说你多了必然有人少了,你少了必然有人多了,所以这个世界的竞争,本质上就是你抢我来我抢你的游戏。 个人如此,国家也是如此,逝者生存,就像全球的消费需求市场,在一定时期内它就是相对固定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,谁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大,谁的产品利润高,谁就能分到更大经济利益蛋糕,这个逻辑大家应该都能很好懂。 另外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白,赢家通吃,一旦谁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,那就拿走了市场的大部分利润,理解了这些,再看咱们国家的产能、技术的快速发展,以及在科技和高端制造出口的增长。 大家就该明白,为啥美西方那么焦虑了,中国制造,中国科技,要把更多的利益拿到中国来了。 第二个视角是我们国家的内部调和能力,经过70多年的发展,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,其实已经是和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爱媲美了。 我们发展来的这一切,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国家内部的调和能力,就像我们的医保社保,从无到全民覆盖,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,所以接下来的几年虽然还会困难, 但当咱们从全球市场获得更多的利益后,党和国家一定能把蛋糕分好。 第三个视角是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协调能力,大家都看到了,这几天习总出访欧洲、法国、匈牙利、塞尔维亚,这是在国际上站在完全不同位置的国家。 然而他们都对中国无比热情,这是为什么呢? 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的能力,与世界各国协调的能力,哪怕是与美国的关系,中国也处理得非常好了。 想当初美苏时期,不是热战就是冷战,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沟通、合作与协调能力,决定了美国想遏止中国根本不可能。 中国未来与全世界的合作之路,只会越来越宽,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未来都不会差。 现在美俄代理人战争打得一塌糊涂,中国与各方合作,很多利益都是顺便捡的,综上三点,中国发展会差吗?